大家好,我是彩虹 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一款立体感非常好的凤梨花的夏凉帽 帽顶是长针的勾法 然后帽身是半镂空的勾法 非常好勾,勾起来也太不够的快 然后帽颜是短针的勾法 帽颜的花边是勾拉长针夹小狗牙的勾法 帽子的成品非常的漂亮 突气性和摘氧性都非常的好 颜色可以自由的选择 好,下面就开始进入教程吧 用到的材料还是这种亮光合固线 两个,然后打火机 双头勾针用大头的这一头 一个就好扣 找出线头,火机烧一下 然后左手绕线一圈,取下线圈 勾针穿过线圈,先勾出一针 然后再勾出三个辫子针 好,勾针绕线 在这个线圈里面加上辫子针 一共勾出16个长针 大家自信去把这一圈的16个长针去给它完成 16个长针已经勾好 拉动线头,收紧线圈 在辫子针上方这个针目里面 勾出一个印拔针 印拔针勾好之后,继续勾出三个辫子针 1,2,3 然后勾针绕线,还是在印拔针同一个针目里面 再勾出一个长针 好,然后勾针绕线到下一个针目里面 再勾出两个长针 这一圈在每一个针目里面 给它勾出两个长针 勾好之后,这一圈是32个长针 大家自信去给它完成 第二圈的32个长针已经完成 在辫子针上方勾出一个印拔针 印拔针勾好之后,继续三个辫子针 然后勾针绕线 开始勾至第三圈 第三圈是隔一加一 下一个辫子孔里面勾出两个长针 好,然后下一个辫子孔里面勾出一个长针 下一个辫子孔里面两个长针 好,大家去把第三圈后面的隔一加一去给它完成 第三圈的隔一加一已经完成 还是在辫子针的上方勾出一个印拔针 印拔之后继续勾出三个辫子针 然后勾针绕线 开始勾至第四圈 第四圈是隔二加一 辫子针也算了一个长针 然后下一个针目勾出第二个长针 好,勾针绕线 在第三个针目里面勾出两个长针 一个 两个 这一组完成 然后再勾出两个长针 一个 两个 第三个针目勾出两个长针 一个 两个 好,第四圈后面的部分就按隔二加一的规律去给它完成 第四圈的隔二加一已经完成 依然是在辫子针的上方勾出一个印拔针 然后三个辫子针 勾针绕线 开始勾至第五圈 第五圈是隔三加一 辫子针算了一个长针 然后在下一个针目勾出第二个长针 勾针绕线 勾出第三个长针 然后勾针绕线 在第四个针目里面勾出两个长针 一个 两个 第五圈后面的部分就按隔三加一的规律去给它完成 第五圈的隔三加一也已经完成 辫子针上方勾出一个印拔针 然后继续三个辫子针 勾针绕线 开始勾至第六圈 第六圈是隔四加一 拆开夹针 先勾出两个长针 辫子针算了一个 然后又勾出一个两个长针 勾针绕线 在第三个针目里面 勾出两个长针 然后勾针绕线 后面的每一组都是正常的 隔四加一 一 二 三 四 然后勾针绕线 在第五个针目里面勾出两个长针 一个 两个 好 第六圈后面的部分就按隔四加一的规律去给它完成 第六圈的隔四加一已经完成 完成之后这一圈是96个长针 还是在辫子针的上方勾出一个引拔针 然后勾出三个辫子针 一 二 三 三个辫子针勾好之后 空过两个针目 一 二 再第三个针目入针 勾出一个短针 然后继续勾出三个辫子针 再空过两个针目 第三个针目入针 继续勾出三个辫子针 还是空过两个针目 第三个针目入针 这一圈就开始勾茂绳的部分 深第一圈是要勾出32个这样的小辫子孔 32个 大家自行去给它完成 二圈第一圈的32个网格辫子孔 已经完成 在第一个辫子的根部勾出一个引拔针 作为连接 然后继续勾出三个辫子针 拿个几号扣 扣在接头的这个地方 三个辫子针勾好之后 在第一个网格里面勾出一个短针 短针勾好之后 勾针绕线 在第二个网格里面勾出八个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八个长针勾好之后 在下一个网格里面勾出一个短针 然后勾针绕线 勾出三个辫子针 到下一个网格里面再勾出一个短针 继续勾针绕线勾出三个辫子针 再到下一个网格里面勾出一个短针 然后勾针绕线 下一个网格继续勾出八个 第一个长针 长针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第七个 第八个 然后下一组 下一组的第一个网格 勾出一个短针 然后三个辫子针 到第二个网格里面再勾出一个短针 再勾出三个辫子针 然后到第三个网格里面再勾出一个短针 勾针绕绕线 然后在第四个网格里面勾出八个短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好 两组完整的花形完成 一组是 站了 一二三四 四个网格 一二三四 发生第二圈的花形部分 大家就按前面两组的勾法去给它完成 第二圈的花形部分已经完成 一共勾出了八组这样的花形 最后勾出了三个辫子针 然后在第一个辫子针的上方还是勾出一个短针 短针勾后之后勾针绕线 在第一个长针的上方 勾出一个长针 长针勾好之后勾出一个辫子针 然后勾针绕线 第二个长针 上方 继续勾出一个长针 长针勾好之后再勾出一个辫子针 这八个长针 这一圈还是要勾出八个长针 就是长针中间间间接了一个辫子针 下一个长针 勾好之后一个辫子针 长针 辫子针 辫子针 长针 辫子针 长针 辫子针 长针 最后一个长针勾好之后不用勾辫子针 一共勾出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长针中间勾出了七个辫子 一二三四五六七 最后一个长针勾好之后不用勾辫子针 直接在辫子孔里面勾出一个短针 然后勾出三个辫子针 然后勾出三个辫子针 三个辫子针勾好之后到下一个辫子孔里面勾出一个短针 然后勾针绕线 继续勾出八个长针 七个辫子 第一个长针 然后一个辫子 第二个长针 一个辫子 第三个长针 一个辫子 第四个长针 一个辫子针 第五个长针 一个辫子针 第六个长针 一个辫子针 第七个长针 一个辫子针 然后勾针绕线 第八个长针 勾好之后 直接在辫子孔里面勾出一个短针 没有辫子针 短针勾好之后 勾出三个辫子针 到下一个辫子孔里面 再勾出一个短针 第三圈后面的勾法 就按前面两组的勾法去给它完成 第三圈的最后一个网格也已经完成 现在开始勾第四圈 还是需要大网格 三个辫子针勾好之后 这一圈看清楚 空过一个两个长针 在这个空里面勾出一个短针 然后三个辫子针 再空两个长针 在这个空里面再勾出一个短针 再三个辫子针 再空两个长针 这个洞洞里面勾出一个短针 继续三个辫子针 然后剩下最后两个长针之后 在这个网格里面勾出一个短针 然后继续三个辫子针 这一圈全部打网格 也就是长针的地方 两个长针打一个网格 一二三 两个长针打一个网格 一二三 两个长针打一个网格 一二三 剩下最后两个长针 在这个辫子孔里面勾出一个短针 这一圈后面的勾法 全部都是同样的勾法 大家去把这一圈去给它完成 第四圈的一圈网格已经完成 完成之后还需要再大一圈的网格 继续勾出三个辫子针 在每一个网格里面勾出一个短针 三个辫子针 在网格里面勾出一个短针 三个辫子针 在网格里面勾出一个短针 第五圈还是一样的 要打一圈的网格 大家去把第五圈的网格 也去给它打好 冒身第五圈的第二次打的网格 也已经完成 完成之后又重复了这个花辈的这个勾法 先勾出三个辫子针 一二三 然后在第一个网格里面勾出一个短针 短针勾好之后勾针绕线 这个网格对应着下面这个花朵 在这个网格里面勾出八个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八个长针勾好之后 下一个网格勾出一个短针 然后三个辫子针 来到下一个网格勾出一个短针 然后三个辫子针 再跳到下一个网格 再勾出一个短针 短针勾好之后 然后勾针绕线 又开始下一组的八个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帽绳后面的勾法就按第一组这个凤梨花的勾法 去把帽绳的整个部分去给它完成 帽绳部分已经完成 一共勾了三个完整的凤梨花 三个完成的花形完成之后 再勾出一圈或者两圈的这个辫子孔 我这个帽绳够了 所以我勾了一圈的辫子孔 如果帽绳不够的话可以勾两圈的这个辫子孔 最后一圈的这个辫子孔还要保持32个辫子孔 完成之后 再勾出一圈的短针 在每一个辫子孔里面勾出三针的短针 第三针 然后来到下一个辫子孔里面 再勾出三针的短针 一二三 然后下一个辫子孔 依然是勾出三个短针 第二个 第三个 一圈短针后面的部分 大家自己去给它完成 一圈的短针已经完成 下面开始勾冒岩的部分 如果想要冒岩比较挺的话 可以换小一号的勾针 也可以用双头勾针 用小头的这一头 下面勾冒岩的第一圈 需要加针 勾出第一个短针 第二个短针 第三个短针 然后在第四个短针的上方 勾出两个短针 第一圈是隔三加一 然后第二组 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 三个短针 第四针的位置 勾出两个短针 两组完成 第一圈的加针部分 就按前面两组的 隔三加一去给它完成 完成之后勾出四圈的 不加不紧 勾岩第一圈的隔三加一 勾好之后 又勾了四圈的不加不紧 现在开始勾第六圈的 第二次加针 第二次加针 想要勾岩平的话 就隔四加一 如果想要勾岩向下垂的话 你就隔五加一 先勾出第一针 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然后第五针的位置 勾出两个短针 好一组完成 然后下一组 再勾出四个短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第五针的位置 勾出两个短针 一个 两个 好两组完成 勾岩第六圈的第二次加针 就按隔四加一的规律 去给它完成 完成之后 再勾出四圈的不加不紧 如果想要勾岩向下垂的话 就隔五加一 勾岩第六圈的第二次加针 勾好之后 五个短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然后第六针的位置勾出两个短针 一个 两个 两组完成 这一圈后面的部分就按隔五加一的规律去给它完成 完成之后再勾出四圈或者五圈的不加不紧 最后一次的隔五加一已经完成 完成之后又勾出了五圈的不加不紧 下面开始勾花边的部分 现在第一针的位置勾出一个引拔针 拔针之后勾针绕线 空过一个两个三个针目 在第四个针目入针 勾出一个长针 长针勾好之后勾出三个辫子针 一 二 三 三个辫子针勾好之后挑下面这两个线圈 然后勾针绕线一次性带过这三个线圈 好勾出一个勾牙针 然后勾针继续绕线开始勾第二针 第二个长针 继续三个辫子针 然后还是相互一挑这两个线圈 看到没有这两个线圈 再勾出一个引拔针 一次性是带过三个线圈 勾针继续绕线 勾第三个长针 然后继续三个辫子针 还是挑起这两根线圈 勾针继续绕线 第四个长针 三个辫子针 然后勾出一个狗牙针 勾针继续绕线 第五个长针 三个辫子针 相互一挑两个线圈 勾出一个狗牙针 第五个 然后勾针绕线 开始勾第六个长针 然后三个辫子针 开始相互一挑 挑起两个线圈 勾针绕线 带过这三个线圈勾车 第六个狗牙 然后六个长针 加六个小狗牙 勾好之后 再向前数一二三 三个针目 再第四个针目入针 勾出一个短针 短针勾好之后 继续下一组的这个花辫部分 大家去把最后一圈的这个花辫部分 去给它完成 一圈的花边部分也已经勾好 夹了小狗牙非常的漂亮 勾好之后 整个帽子都已经完成 这款凤梨花的帽子 立体感非常的好 好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关注点赞加评论 下期见